各位亲爱的观众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非常高兴 周一在空中跟各位见面了 太阳升上来 新闻端出来 当然这个周末过得有一点点不平静 话说周六在新西兰的 等于是傍晚的时候看到了这则新闻 当时觉得说这个事态可严重了 当然在第一时间 也跟各位立刻做了一个通报 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 看到现今俄乌冲突 还不断的是螺旋式的危险正在上升中 当然今天想跟各位来谈的是 俄乌冲突到底这中间还有很多 多少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话说就在8号的时候 实际上虽然克赐海峡的 克赐大桥发生了 这个爆炸事件 当然现在似乎事态更加的明朗 那这个是譬如说铁路公路的状况 那慢慢的这个铁路虽然现在还在修复中 但是公路已经算是单线还可以暂时通车 那对于这整个地区的影响 当然还要加快进行修复 当然俄方似乎现在已经非常确定 因为乌方已经承认是他们干的 不管是不是至少在面子上一定要凹一下 对不对感觉到有面子 那当然这个俄乌冲突不断的升温的时候 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最近有新闻报道 说这个美国政府在俄乌冲突之后 从今年2月到现在 美国所有的武器出口 一般要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批文 要拿到批文 那你譬如说跟落马讲好说落马 我跟你买F35实价 我要卖给我中东的客户 那当然落马做生意没有理由不卖 那落马一定说好没问题 假设了 那多少钱多少钱两个都弹拢了 那再来就是要去国务院拿批文 拿到了批文之后呢 这10架飞机呢就能卖到中东 那怎么交货什么 那个中间是这个军火商啊 他的事情 那这就叫做军火商 拿批文容易不容易 当然很难啊 在美国要拿到国务院的批文啊 这个过去啊 你没有六个月审批啊 是下不来的 譬如说你卖给谁 谁买什么这个证明文件 来来去去没完没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一定要证明哈 因为 因为基本上在全世界有一个叫做 国际军火的一个协议啊 那这个协议呢 实际上叫武器贸易条约 那武器贸易条约 它的缩写是ATT 意思就是说你任何武器买卖 大家不能乱搞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这个是有国际公约的啦 那刚刚八月份才开过大会 年度大会 但这一次呢 这个媒体爆料 说短短的从今年二月啊 到现在 国务院批了 各位都不相信 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五个批文啊 批下去了 将近两万个军火商的申请案给批了 各位就知道 这是创空前的记录啊 据说最快的速度七天就批了 那你这个审查是怎么样 我们就可想而知哈 当然呢 这个大部分被批准的 将近这两万份的这个批文当中啊 都是卖到乌克兰的武器 因为俄乌冲突嘛 那美国当然呢 这个要援助乌克兰哈 虽然有官方援助啊 那官方援助的金额呢 那个毕竟来讲呢 是属于这个国家级别的 大概美国到现在已经批了 两百三十亿美元的援助 英国三十七亿 德国十四亿 波兰十八亿 那还有其他小国家一大堆了哈 大家都要军事援助 好了 那我们先就不讲别的 先光讲美国 好 美国的这两百多亿啊 援助 那援助 就是援助了之后的是 到底谁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操办呢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的定义啊 实在是非常的广泛 对不对 但我军人都知道 什么叫做军火装备 就军事装备了 我们叫军事装备 这样讲啊 大道战机 对不对 所有相关设备 海军 军舰潜水艇 所有相关设备 陆军 坦克大炮 所有军车 相关的相关那个零件 大小都算了啊 弹药 单兵的武器 夜视镜 哪怕是士兵的水壶啊 干粮啊 这个通通算军事装备 好 那打仗 这些东西都要用嘛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光有枪 咱们不吃饭 不可能吗 要军用干粮啊 什么什么 这全部都来了 还有无线电通讯的 都是军事装备 好 那美国政府就说呢 这个 我愿意啊 这个军援给你嘛 对不对 那一般有两种做法 一般就是给钱 一般是给武器 但是啊 乌克兰自己本身 也可以啊 再去买嘛 对不对 乌克兰他本身也有钱啊 他拿到经济援助之后 他也可以去买武器啊 他可以买美国的 德国的 法国的 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谁有武器卖 就卖谁 对不对 因为 我们如果照排行榜 武器出口 2020年 2020年 有记录的哦 第一名美国 第二名俄罗斯 第三法国 第四德国 第五西班牙 第六韩国 第七意大利 第八中国 第九荷兰 第十英国 这出口的 好 那乌克兰可以跟这十个国家 或以外的国家买武器 看他需要什么 好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另外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乌克兰订单 乌克兰这边的说 我们需要武器 那这个军火商呢 就跑到全世界找 就找到美国一些 可能做子弹的工厂啊 可能做这个军用无线电的啊 或军用夜市仪的啊 对不对 他们就下单买 那拿了要买对不对 然后就要找国务院拿批文 好 就那么简单 但问题是啊 这些东西怎么运到乌克兰 美国军发的说法说啊 我们会批这两万 两万个 因为媒体就跑到国务院去问啊 为什么短短的从二月到现在 批了快两万个批文啊 给批了 那国务院就解释 说第一 这个武器销售啊 我们不能凡事都是官方来操办 官方操办 那我们的这个军火库啊 这个就要缺了嘛 对不对 那基本上如果能由民间的 大家去操办 我们军方不介入嘛 那这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我们国务院呢 就发批文 只要你提上来说 哦 这是乌克兰要的优先 就批了 好 那第二 在运送过程中呢 比较复杂 大家都知道军火很敏感 这个也不能从美国啊 直接就上军机 直接飞乌克兰 美国也不愿意啊 最好是经过的第四国 第五国 第六国 第七国 第八国 绕一大圈啊 所以他们现在的 这个军火路线呢 那是很厉害的 各式各样的 先到了欧陆 比如说假设从美国 到了欧陆 那在陆地上 那就开始走啊 什么有的走巴尔干半岛 这条线 有的走这个 因为有一些像这个 德国啊 或者法国这些国家 他们对于这种敏感的军火 是过境都不可以的 巴尔干半岛这边呢 各位也知道 比较容易嘛 对不对 提前办理呢 事情就搞定了 提前办理 记住要提前办理 那一半呢 就过关嘛 那你想想看 这个军火 它不是可以藏在那个什么 什么裤子口袋里的 对不对 一定大家伙 那浩浩荡荡的车队 怎么走 最后进入乌克兰 那这沿途啊 就靠这个军火商哦 就看你本事咯 对不对 因为反正这个你利润那么高 这中间一定很大利润 你怎么弄进去 你一定有通路嘛 对不对 这个一定要多方承包啊 可能还有地方啊 整合一下 反正 有钱大家赚啊 这个好事一桩啊 那大量的军火就到了乌克兰 看起来这件事情啊 是西方国家 用了各种方式在援助乌克兰 进行跟俄罗斯的对抗 但是最新的数据也显示出啊 说这个美国啊 他们有个独立的这个 算是监察系统啊 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在将近审批的 这个两万份的这个名单当中啊 发现大量的 大概有差不多 他们发现有几千个合约 是有滥用的迹象 这个将近两万份的当中 有几千份是叫做滥用 滥用的概念是 这些武器没有到乌克兰 是乌克兰的订单 军火商说乌克兰要买 跟美国这边发货了 但货最后没有到乌克兰 就连那个斯德哥尔摩啊 和平研究所 他们也做一个调查 说这个西方 买来的这些军火 在我们就不要讲远了 二月到现在 大概真正的到部队的手上 30到40% 另外有大量的军火不见了 甚至没有进入乌克兰 这个就来了 因为理论上这30 40% 还有问题哦 我们先讲 这30 40% 待会再算那个不见得去哪了 第一 在乌克兰的俄乌冲突中 乌克兰这边 有志愿军 有乌克兰的正规军 有准军事部队 就是那种什么 各国跑来的 准军事部队 还有一些雇佣兵 基本上呢 乌克兰的军队里面 什么亚述营那些 是一个像一个大杂会 指挥系统 非常的复杂 这个乱七八糟 编制也是 因为打仗嘛 大家就临时编制 好 来了 他们的驻地啊 跟这个防线是不断的变化 今年可能在这打 打败就跑货 打赢往前推进 这个弹药补给的东西啊 可能譬如说发货 当时讲说 这个大概500箱弹药 运到A这个地点 对不对 等到这个车队到的时候 这边没人啊 打到打上跑掉了 跑去哪儿也不知道啊 再找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有多少拿到手上 现在就讲三四十percent 有很多弹药呢 交货的时候 回来报告 说我500箱啊 弹药运到 对方的那个 譬如说连长签收了 打的是什么 纸条上签个字 他画个 对不对 画个牛头 画完了 就签了 他就说连长就是画个牛头啊 对不对 好 就500箱给了 好 就记录了 记录里面说 这个连拿了500箱 那这个连拿到了没有 没人去核对 现在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打仗嘛 真的是一团乱 对不对 到底这个查核系统 没有 部队拿到多少 没有啊 那这个是一个 现在乌克兰最大的问题啊 还有很多武器 甚至说 这个军方拿到之后 这个好的装备啊 比如说像什么标枪 反坦克啊 刺针飞弹 这个部队啊 这个领导啊 基本上呢 就处理了 这处理的定义啊 有很多种啊 第一他觉得说呢 现在比如说我们 这个在 这个行军嘛 带着大量装备啊 太打眼 对不对 我现在把装备啊 先藏在一个地方 他也没错嘛 战术需要嘛 对不对 那第二呢 他把这个装备呢 这个 比如说先 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啊 我部队往东走 这个弹药往西走 因为我改天 绕过来的时候呢 我到西边 打到西边的时候 我弹药在那等我 有没有错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太多的弹药啊 跟那个实际送进去的 都不上 都不在一起 对不上 对不拢 对不拢 对不对 所以这个现在 乌克兰是一个大问题啊 现在最怕的是 俄乌冲突之后 大量的军火就冒出来了 就冒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要讲别的啊 在苏联瓦解之后 苏联瓦解之后 当时苏联瓦解的时候啊 各位要知道 苏联红军 有一百万 苏联红军哦 驻扎在哪 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当时是 等于算是苏联的一部分吧 对不对 战略要地 驻扎红军一百万 好了 苏联突然就瓦解啦 就降旗啦 对不对 升了三色旗上去 那当然呢 苏联瓦解之后 这个部队啊 就散了 就散了 对不对 那时候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 到底怎么分啊 这个还在争议嘛 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黑海造船厂的航母该怎么办 啊 那但是各位不要忘 在整个乌克兰 各地都有红军的军火库 这个军火库啊 小到 是枪炮弹药 大到 是飞机坦克 一五指一五指的 堆的满满的 因为军备竞赛嘛 大量的军事装备都放在乌克兰 准备跟西方万要打仗 你怎么可能从西伯利亚运过来 对不对 一定放在乌克兰 好 苏联瓦解了 那当时据说啊 这个掉枪的这种事情啊 经常发生 对不对 这个大家出去啊 这个部队走那么一圈回来 说枪掉了 大家都掉了 演习啊 睡觉睡觉 哎醒了 枪不见了 对不对 你的士兵说我在休息吗 等我一醒 哎我枪不见了 对不对 这个掉枪的事情啊 在那时候不算新闻 更经典的都还有整个一仓库的坦克车不见了 所以后来好莱坞啊 在2005年拍了一个叫做军火之王 当时找的是那个尼古拉斯凯奇啊 当男主角 我想很多人看过那部电影 那他们去买武器 刚开始也是瞎打物状 最后变成军火大亨啊 就那样来的 大量的武器呢 就流向了全世界 流向全世界啊 俄制武器 大量的流掉 那时候乌克兰啊 据说当时流掉的武器啊 很难估计啊 有些人说 大概有有大概320亿的价值武器哦 流掉了 就不见了 对不对 当然在等于苏联瓦解之后 从1997年 这是有统计的哈 1997年到2000年 呃乌克兰的军火工业 乌克兰做军火 很厉害的哈 呃人家航母做 战机做 什么机关枪什么 他都做啊 他到现在 他的军火工业还是很强啊 然后呢 这个从1997到2000年 这个有调查 乌克兰的军火 这个 就是因为 因为军火有这样讲 有一些地方呢 很敏感 你不能去 明目张胆脉 太难看嘛 比如说 呃我们讲 那个叫 呃就是 伊拉克 伊拉克 对不对 呃阿富汗啊 什么非洲这些地方 你说 今天我这个军火 是卖的阿富汗 给塔利班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让人家知道 对不对 这个这个简直就 好像你是帮助这些坏人嘛 所以呢 那时候呢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呢 乌克兰的黑市交易啊 军火就很有名啊 出来好几个有厉害的人物啊 当时在这个 呃 乌克兰的军火 商啊 一堆啊 有的在意大利被抓 什么 反正啊 但是你放心 这种杀头生意啊 人人都会做 因为理论上 人类啊 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军火制造上 早年的时候啊 都是 就国家做嘛 怎么可能让老百姓 做军火 等着等着造反革命啊 在那个地制时代 对不对 所有的军火 都是国家啊 这个军火厂 做枪啊 做炮 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啊 这个英国的工业产能啊 就起来了 殖民地很多 他的工业制造的产品啊 卖到这些殖民地 他还有产能 对不对 拼了命 要大家买 什么印度啊 中国啊 那时候 打鸦片战争开放 通商口岸 就是为了做生意啊 对 逼了大家买 但是 他的产能啊 还没到百分之百 那这个英国的工业家 这就想 那咱们啊 怎么办 全世界该穿英国毛料的 都穿了 对不对 除了那个穿不起的 或是那些 他们不穿的 就不穿衣服的了 对不对 那个很热嘛 怎么穿毛料呢 我们能卖 还能有什么 有办法把我们产能发上去 然后啊 这些企业家 就有企业创新的精神啊 就突然发现 做军火 这个产能呢 生意啊 是独门的 第一 第二 卖给政府 政府买嘛 对不对 政府需要嘛 然后因为政府也觉得说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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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小国家 很喜欢 英国做的武器 英国制造 那时候在工业革命之后 英国制造 比现在的什么 德国制造牛多了 德国的工具 上面还打 Made in England 对不对 山寨嘛 当年也山寨的 到了1854年的时候呢 英国有一家公司啊 叫艾斯尔维克 艾斯尔维克呢 它是一家民营公司 它就做这个后膛枪 火炮 从后面填弹 射击 因为以前是要从前面 对不对 用跟管子捅火药 然后打那个铁丸 现在从后面 蹦一枪 有子弹 后膛线 后膛上弹 他做这个 英国政府就跟他下了一张单 这是全世界第一支 第一张民营企业 卖军火给政府机构 开始了一个先河 他赚的这个是 这个不得了啊 全世界订单都来了 这艾斯尔维克呢 就觉得说 这个既然做 这个军火那么发 咱们就做造船厂 搞军舰 对不对 以前军舰是皇家造船厂 造军舰嘛 咱们也来造军舰 不卖给皇家 咱们卖给那些小国家 对不对 他们造不出来 我造的出来啊 我去皇家造船厂 挖一些师傅过来 就搞定了吗 所以呢 他就开了一个造船厂 所以那时候在1884年的时候呢 埃尔维克呢 就开了造船厂 第一个大客户订单 是来自日本 日本就下定啊 买军舰 后来各位记得在 1905年对马海战 日本能够打赢俄罗斯军舰 靠的就是那时候在 埃尔斯维克买的军舰 埃尔斯维克做的军舰啊 那个质量当时当然比俄罗斯好 听说买回去之后呢 日本人说 这个军舰啊 太先进 这个 哇打哭气不会用啊 那英国人说啊 不要worry啊 我帮你啊 派一个船长去 对不对 那理论上是指导员 实际上呢 那个英国人啊 就是帮着指挥这头船啊 作战 打仗 对不对 又有经验 然后海军嘛 退伍军人 对不对 来来招聘 对不对 民间招聘 就这样 军转名 从那时候就开始啊 美国那些国防部长 去民营公司过水 国防企业 那个不新鲜啊 对不对 什么洛马波音 格鲁曼 对不对 雷神通用 都有那些官员 走过的身影 好了 那这个开始之后呢 这个接着各位想也知道 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北军能够打胜南军 在武器上之一啦 原因之一 一大堆理由 那但重点啊 这个北方能够打赢南方啊 最重要的关键 是北方工业发达 能做后堂上弹的枪 打赢了这个南方 好 那跟不要说呢 德国也看到 哇靠 那个英国 开始搞军火工业啊 德国也马上跟进啊 德国跟进是后起之秀 对不对 青出于蓝 胜于蓝 山寨嘛 寨到最后呢 他更厉害 克鲁伯大炮 对不对 奔驰汽车 那都是军车啊 当年都做军车的 都是这些啊 他们所以后来德制武器 超越英制武器 所以在这个军火市场上啊 我们刚刚讲 有40%好了 去了乌克兰 对不对 那另外60%去哪 去哪 实际上这些单 下的 到这个美国下单 美国国务院批了 这个弹药武器出来了 这个弹药武器出来了 结果最后呢 进入了非洲 中东市场 这是一个 因为俄乌冲突 产生的一个巨大后遗症啊 巨大后遗症啊 现在 美国清不清楚 当然清楚 对不对 但是呢 又站在援助乌克兰的立场 他批了 这个 这种大量的军火 流向全世界 当然啦 美国公司是赚很多钱啦 因为这个 这些人来买 都是付真金白银的 要给现金啊 看不到钱是不出货的 对不对 美国军火商 这些军火供应商 大家都赚钱嘛 那当然不用说 我刚刚数的嘛 洛马啦 波音 格路 曼雷神 通用 那大客户 还有那些 美国还有好多 这个军事装备工艺商啊 他们也都在赚啊 对不对 那卖给谁 大家都说 卖到乌克兰去啊 对不对 国务院给的批文是乌克兰啊 我哪知道他会流到中东 不要怪我啊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做生意啊 钱要赚 良心啊 要摸 当然 这一次啊 俄乌冲突 地缘政治的变化 也看得出来啊 实际上 更是颠覆了 这个 以俄罗斯这一代 俄罗斯真的啊 要是能够度过这一关 度过这一关 没有 垮掉 没有分裂 那我觉得 普京还真的是有一套 对不对 但现在来看 不好搞 你看那个 8号昨天炸桥 听说呢 7号那天 还派无人机到谢富科卡 这个俄军境内的基地 距离莫斯科大概不到300公里 然后那边呢 是有那个图22 这个轰炸机啊 的基地 那这个基地当初在马里乌波尔战斗的时候 它是属于空中火力支援的一个基地 那听说在7号的深夜 8号的凌晨的时候 那这个 这个无人机啊 就飞去了机场 对两架 啊 图22 这个头弹啊 听说两架 这个图22啊 中弹起火 那当然俄方呢 说没有 啊 我们把无人机打掉了 而 呃 乌军说呢 我们打了两架轰炸机 啊 没讲无人机 是否重弹坠弱 反正现在这个是战争啊 的发展 也看得出来 现在正在往前 正在升温啊 因为这个也是乌克兰第一次攻击到俄罗斯的境内 克斯大桥的炸毁 呃 然后在俄罗斯境内 这个轰炸机被炸毁 都代表实际上是对普京啊 更大的一次 呃 呃算是 恐吓 对普京更大的一次打击啊 但是普京能不能撑得住俄乌局势会怎么发展 回到点上 西方国家不能不断的再推升啊 俄乌冲突啊 呃 最重要还真的是应该进行谈判 否则长期这样下去 各位要知道 这些后遗症 我刚讲这个军火啊 黑市军火在暗网上交易啊 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能看到的啊 听说乌克兰 现在奥德萨 多热闹啊 每天那个全世界的 那种黑市军火商啊 在那里出入啊 对不对 大家都在谈价嘛 那批货 这批货去 那批货来 很多货呢 是甚至没有进入乌克兰 有一些是进入乌克兰之后 又流出来 哎 你不要看啊 那可热闹啊 现在最热闹的 奥德萨 这个地方啊 因为在黑海口 就知道 这个军火 全部都是 任何一个武器 就杀人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大量的这种武器 流到全世界 去泛滥的话 只是给世界 添加更多的纷乱 啊 我们当然祈求和平 好吧 也希望呢 和平早日到来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 也欢迎各位 在下方留言 太重要 我算一算了 敬畏点评开播到现在 留言数 各位都不相信 马上就要10万了 10万个留言啊 那个是无比的震撼 我也很佩服各位啊 能够超过10万人次的留言啊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还差一点 对不对 你一流 可能就是那第10万 10万的留言啊 对对我来讲 也真是10万次的学习 好吗 今天谢谢各位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咯 拜拜